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之前我不是收到了一只赠送的巴西彩绘龟吗 哎 应该叫彩绘巴西龟 呃 总之是今天给大家更新一下他最近的状态 可以说状态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我每天都会坐在龟缸前就这样静静地看着他 他也会默默地看着我 我多么希望每一天的时间能过得再慢一些 慢一些 因为这样我就可以 哎 省一些龟粮 这一天天的吃的可太多了 再这样下去我感觉我就养不起他了 我的状态真的是越来越差了 生活的品质直线下降 大家还不赶快动动手指来帮帮我 我在这里替这个吃货先谢谢大家了 事实证明巴西龟的生存能力确实是强 我看很多人都说彩绘巴西龟根本养不活 并且很自以为是的根据很多谬论来充当证据 以至于好多因为误打误撞而买到彩绘龟的朋友 认为这样的龟根本养不活所以就直接弃养了 这样导致一方面巴西龟属于外来入侵物种 如果随意放生的话会造成本地的生态破坏 另一方面是任何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如果买了就不应该随便地丢弃 现在网上的教程可太多了 稍微地花一点时间就可以给它创造出适合它生存的环境 这也是我做视频的初衷 希望可以让第一次接触到龟的新手朋友们 更快地爱上龟 更好的爱上养龟 至于这只巴西龟呢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不养巴西龟的 所以我准备油炸了 开玩笑我怎么可能那么残忍 还是直接自身吧 好了不开玩笑了 我准备把它送给一个我专美养巴西龟的朋友 他对于巴西龟近乎于狂热 家里养了几十只巴西龟 包括很多各种各样的变异巴西龟 所以他肯定经验更加丰富 应该炸得更脆吧